至于巴西的洪水灾情也相当严重 酿成上百人死亡 影响四百多座城市一百多万人 也因为洪水酿灾 导致并没闻大量的滋生 登革热疫情就跟着拉紧爆了 单单在巴西 病例数超过了四百万例 还有两千多人死亡 防止登革热在水灾过后 就成为首要的任务之一 机场变成一片水箱泽国 飞机就停在淹水的停机坪里 现象还生 这里是巴西南部阿雷格里港的机场 暴雨过后四处积水连机场也遭殃 致命洪水连带影响卫生环境 让已经破纪录的登革热疫情 更是难以防范 根据CNN报道 美洲地区今年爆发史上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仅四个月就有超过五百二十万名感染病例 超过两千两百人死亡 毕竟二零二三年一整年的总和 多国发布紧急状态 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巴西 今年以来登革热病例超过四百万例 两千多人死亡 秘鲁则是二十五个行政区中 有高达二十个沦为登革热疫区 消毒部队出动扫遍大街小巷 当局正加强防疫脚步 广为施打登革热疫苗 盼能减少人命损失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